厉害了,华为,在最新的2018中国民营企业营业收入榜单中,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榜居榜首,营业额高达6036.21亿元,耐税总额710亿元,而苏宁控股集团营业额达到5578.75亿元,位置第二。 二,那么,作为一家民营收超过6000多亿的大企业,华为的总部基地究竟会长什么样的呢? 华为东莞松山湖总部基地位于美丽的松山湖南区的松湖华海景区旁边,自然条件优越的基础上,据说投入高达100亿,高度还原12个欧洲名城的建筑和街景,一山傍水,还有小火车通勤。 华为东莞松山湖总部基地占地面积约1900亩,总建筑面积约126万平方米,特同是容纳3万研发人员聚集于此。 同时,任正非计划把华为大学、研发中心、中视中心等功能载体反迁至松山湖,带动华为的中等建物,也是比带动整个松山湖,乃至东莞的经济发展。 可以说国内最豪奇,最具风格的科技公司建筑,还真是当属华为,但是,投资100亿的华为东莞松山湖总部基地,还是招来上午会上许多争议的声音。 对于华为东莞松山湖总部基地,许多人却纷纷表示很失望,指出今总部设计缺乏想象力,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华为的创新愿景。 力求摆脱模仿者的形象,并以创新领军者的身份立足全球科技界,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模仿者。 对于一家自然引领科技创新的公司来说,这是莫大的讽刺,这是援助人类的山寨抄袭。 对此,华为预计东莞松山湖总部基地项目,并驳斥了批评意见。 华为发言人称,目前华为的业务,已经遍及170个国家。 原池的设计反映了华为的业务,运营及员工的国际化属性。 不知华为东莞松山湖总部基地的设计风格,是否正与华为大佬任正非有关呢? 华为高官曾透露,任正非本人非常欣赏传统欧洲建筑风格。 还有就是任正非曾多次公开,表示华为总部永远不会离开深圳的呢? 个人觉得人性化办公才是最重要的,对此,还是一起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